28号出场的来自意大利的选手 拉佩和皮鲁帕托 两位运努员在路上的动作时间也是有限制的 从越过起点线依照最后亮相不能超过30秒 音乐响起之后路上动作不能超过10秒 可以看到两个人动作速度非常的快 双手在上的踩水是体现能力 没有发挥水平 他们的系列水平比较好 第一趟没有走到头 这个动作是不错 看看配合 同时一个盲点的连接 和声音乐响起来自行车 和声音乐响起来自行车 慢慢地轻回状态 低头动作越做越好 还不错 对 最后的富家男子重量 其实从我们刚刚从他们的完成上 跟上一队选手相比较 他们在水下停留的时间相对就短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衔接 然后他们更多的是在水面上去游动 或者是出动作 那么必然对运动员的体力是一个讨厌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观众进一步的来解释 为什么特别注重衔接呢 就是因为运动员他这个准备动作的时间短 就说明他的能力很强 对 但也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或者让裁判看出来 我们是在休息 我们是在休息 而是要看到这一套动作每一秒钟都没有浪费 这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刚才第五队 对 俄罗斯那一队 我们刚才就在说 他一直好像都跳在水面上 没有下沉的动作 就让我们一直都觉得他始终在那 甚至我们能感觉到没有很多躺下的动作 大部分都是双腿啊 手啊 就是这样的游动 在这节市井赛上 意大利也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进步 尤其是他们的集体 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现在意大利的这一批选手呢 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是在08年奥运会之后 重新换上来的一些年轻的队员 45.200 这是他们的完成分 主体一项分4.700 总分89.900